有一天呢 其實我就是在這附近亂走 然後就一轉個彎 就剛好站在這個位置 然後我看到它的時候 其實我有點震撼 因為它真的太美了 其實那一次有殺到我 去建築主 你一定有看過這棟建築物 在倫敦的Citiescape 然後它長得像一顆子彈 它當初被設計出來的時候 其實倫敦的居民不是很喜歡它 為什麼 因為它的形狀實在是長得太奇怪了 大家會覺得這個東西很破壞事 我們到了St. Mary X Building 這個建築物的設計師是Norman Foster 然後呢 它現在已經設計過非常多建築 但是這個其實是它的 算是成名作之一 Norman Foster其實當初的靈感來源有兩個 都是大自然 一個呢是松果 第二個呢是海綿 嗯?海綿? 這跟海綿有什麼關係啊? 那為什麼是海綿呢? 它發現海綿可以掏空內部的結構 它還是可以維持它的形狀 跟SpongeBob一樣 你是SpongeBob的名字 對啊 所以這一整棟樓呢 中間非常的厲害喔 沒有柱子 不會吧?怎麼可能? 真的 第二個靈感來源是松果 那為什麼它像Acorn呢? 如果你有機會再暖一點的天氣來看的話 它會打開 你是說那三角形的玻璃片會打開喔? 對 它的每隔幾層樓就會有自動調節功能 所以它的玻璃片會打開 所以它就會像松果一樣刺刺的 沒錯 那松果其實會打開的原因也是 就是為了要調節自己的濕度 所以這個辦公室其實非常的節能 幾乎不需要開空調 然後再來呢 整棟樓啊 有沒有看到它是弧形的對不對? 對 但是其實呢 它全部的玻璃都是平面的 然後是由一點點一點點的角度 這樣轉轉轉轉轉轉 才讓整個變成像弧形 它唯一有一片弧形的玻璃 猜猜看在哪裡 嗯 正上方嗎? 答對了 我真的很聰明我覺得 好 子彈的最上方 有一個唯一一片弧形的玻璃 長得像隱形眼鏡 其實還有一個很神奇的歷史 就是很多人在質疑這個結構 就大家覺得怎麼可能用三角形 然後中間都不用注意 結果果然 就在落成的那一個禮拜 那個玻璃從上面一直 卡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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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列了幾十片 喔喔 結果後來大家就開始問Norman Foster說 這怎麼辦啊 如果這樣一直列下去還得了 這多可怕 沒有人趕快進去 結果他的回答很奇妙 他說 啊 It's fine The building is just settling in 他說 這個建築物過一陣子 等到地基落成了 就不會再列了 結果他們就半信半疑的 補了新的玻璃 然後就真的沒有再列 還蠻奇妙的一個結構 建築它自己會去 去惡道 它這個環境的 對 這棟建築物其實算是一個 當時 其實現在也是 結構上非常突破的一棟建物 讓我們來好好欣賞它吧 大家下一次有來倫敦玩的時候 不要忘了來這個 有一點不觀光的區 看一看 The Gherkin Building 也稱為 Saint Mary's X Bye 我們剛剛在 Saint Mary's X裡面的 咖啡店喝了咖啡 我們現在又要再走到 下一個非常近的建築物 叫做 Loy's Building 我們已經到了 嗚! 哇!那個是還沒蓋好嗎? 這已經蓋好 30幾年了 蛤?